我已經說要回來了 我又回來了 開門 開門 S2要裝飾了 我來了 Hello Hi 這些就是今天要介紹的工具 即是我們正常說 寬充的數字是一百幾十萬一代 我現在可以在工廠裏面看到工廠速度的情況 鋪了上去 就可以把S2內的手腳 這個是差別的 這個不是差別的 這個不是差別的 這個是差別的 它就可以把手腳 放在上面 現在就放在上面 推上來的那條絕對是直線 雖然它這裡有一個縛位 不過有東西是卡住 所以它這個設計真的 那個精準度是很高的 而且它在現場試用 可以在工廠的工廠 所以真的很適合師傅 因為是正常試用的 正 我抽起來 大家說一說 第一樣東西 它就有一個速度的設計 你遇到軟或者硬的物料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做 用一下它最好的狀態 是用它 第二樣東西 它就配上S2的滷櫃 就可以很順 配上一隻很漂亮的直線出來 除此之外 先說一下 今天我會示範 它有一塊糖果膠 打約 它就大約 二十公斤左右 我們要去攪拌它的 落腳的深度 它這裡有把綠色的 你不需要填下去 就不需要擔心它下去的時候 會鋸爆 你行步是慢慢的 最後一件事 在開腳之前 這裡有一個合式的按鈕 你把綠色的按鈕 你把綠色的按鈕 把它弄下來 把它弄下來 它就可以用住 工廠就忘記它 爆蛋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會用這個方向這樣轉 它鋸到最後的時候 我會把這一片抽出來 然後它那個位置就會爆 所以它差了一個挺新的刺激 可以慢慢來 可以開始了 現在按了它病上綠色的按鈕 它就可以落到它了 然後我就可以開機 各位先生 最難叫它的防火膠本 居然它的厚度 這麼漂亮 還要說 這裡有沒有大師傅 居然有大師傅的水平 你找不需要來 是嗎 究竟裝修華發現了什麼 肉之後事如何 留待下回分解